嗯?然后呢?我还会说什么? 哦! 对不起! 我们一定要改变新加坡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 我们必须救他们!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 我们必须帮甘邦的精神到新加坡! 对! 这部戏它主要是在走80年代的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有经过那个时候 而且是非常了解当时的情形的 以前我们也住过甘邦 是 像我这样的人 其实在甘邦很多了 大男人主义 他只是活在世纪的世界里面 我们都看过 你讲他不会听 只有他讲 你一定要跟着 爸爸 人可能来不及天亮 你就死在黑暗里 所以戏里面这个角色在我们那个时候 从70年代 80年代都一直存在 问题只是 如果这种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生存的话 他已经被淘汰 嗯 这是他们的想法 因为你会看到呢 在80年代 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 而这条路走得不容易 所以他必须要好好地记录一下 你会看到当时政治气氛 你会看到 为什么是叫 因为当年 很多人都不敢讲话 是 趁你的保护 还没有被感动 有多远就跑多远 我觉得拍完之后呢 我们都会选择沉默 对 跟我们的那个戏民一样 都会 对不对 尽量不要发言太多 因为政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标题 所以 我相信我还是 不要多管闲事啦 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我看来说 有人说 邀请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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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只要你拍两道电影 多数都会吐血 不是人家打到吐血 是被他改而又改 改了再改 改了之后 回来又再改 改完了到最后 他说 还是原本的比较好 拍完了 拍完了 明天打电话 崇派 很好赚 我喜欢 因为他算天的 我们算天的 等一下 你跟麦一拜肉的握手 千万千万不要去洗手 我是一个老母亲 我跟英文是一个天一个地 什么到现在还是一样 但是我现在还是一样 我学习 我还要学习 我还要学习 你还是讲华语啦 你讲英文好像骂粗话这样 这末的年代 将会在2月11号 在全岛正式上演 欢迎大家赶快订票 现在已经可以订票了 赶快去哦 快进西院试试吧 第一步以大学里提债的本地点 谢谢你 2月11日 请记得支持我们神圣的予票